我们有时在展会里 经常有些人走进来 他们想找平等于一条数学 等于中学读的数学 A加A二次方加B多个variable 再bracket再有很多variable 再bracket再variable 最大的地方是它的风格 声音道行 下一个又是参与展的厂家 很感谢他们很辛苦 做了四天 还要让我捉过来 其实是很难为他们 不过我是会请他们吃饭的 我呢? 你当然啦 你是帮我一起吃饭 有吗? 是的 你真棒 好似的 没错 这两个不同的风格 玩具TV第十三季第二集更正是第二集 真是第二集 第三集 第二集我们还没剪好 第一集是什么? 是第一集 你出事了 是吗? 五猫吧 不要紧 讲一下主角 先介绍两位主角 一个光阳气好性 一个完全给我感觉 超级漂亮 有个韩星来了 是的 但是不会 其实真的 如果你说 会不会TV多女性粉丝 杀光了 有什么要求 这里都看完 喜欢man的有 喜欢韩星的都有 男人也有 男人也有 韩星也有 好 大叔也有 哈哈 好 两位先介绍自己 OK 先介绍 两兄弟来的 哇 超级 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cent 他是我弟弟Sunny 小后十年 哦 好 现在我们一起 就是 出来搞了一间公司 没错 是在这个玩具行业 就 入行做工业 在这个水尾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都说 香港现在工业都已经 很多次退回来了 是的 在这个时间又回来了 我本身家族也是做工厂 但不是做玩具行业的 完全 2015年尾的时候 有一个机会 就认识了以前 Forses of Valor 这个军事牌子的老板 他就退休 然后他退休的时候 就有 一千 差不多一千六百多套模具 和品牌 但是他当时就想在香港 找买价 但是其实都不容易 因为 最大的问题是 他以前 找很多东方創造 就没有了图纸 没有了所有的technical know-how 朋友母 哎呀 文印资料 他曾经做过这些道菜 但是没有了所有的recipe 就只得道菜的帽 对 没错 而且 只得一些工具 只得月饼帽 是的 你没有了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材料 是的 其实我当时都未好知道 发生什么事 但是有 在玩具那时候 从事了几年 就是卖东西 我经常都在想 如果自己有一个brand 会是 发展空间会大一点 后来那时候 胆粗粗 其实到今天都未试完 一千六百多套 说上 谁知道 到今天都试了 我想有四百多套 是 但是以前他的确做过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是一个 香港的公司 真的不知道 就在Los Angeles 我以为是Los Angeles 是的 就一起想过idea 去做一只军事品牌出来 其实他除了威龙之外 他代表到香港 因为威龙就是做model kit 就是做拼装模型 但是威龙做拼装模型 是做到 连田工先生都觉得他 是有了道 田工chairman Esta Mia先生 Esta Mia先生都觉得他是有了道 吃饭都叫他 是厉害的 我想说 既然说开又说 Esta Mia先生 是很friendly之余 他有一团很厉害的火 他可能特别 我想是香港的厂家 其实不止Dragon 他和香港很多代理商都很熟 而且真的会 其实他年纪很大 但他都会飞过来香港 和你吃饭 是很nice 他今年86岁 两年前 以前纽伦堡 他因为田工在纽伦堡参展 已经有50年 他就说 我参加今年50周年之后 我就不再来 他说我退休了 他是这样说 然后第51年的时候 又见到他 和那些伙企走 他以前做research 我今天去做research 例如有些人说 我去博物馆去做research 和他真的没得比 和他当年 他当年是 他要做T34的时候 他买一架 不是 坦克就没买 911他真的买 当时就是 初初第一代 911 Turbo 他要做 他就买一架回来 拿完之后 拆散了他 然后就逐个件 逐个件抄数 抄完之后 他就发觉买不回来 现在的东西就摆在 靖江Head Office里面 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在这里看 他当时打完六日战争 他就搭飞机 走到Israel 看T34 但他当时拍照 不是我们今天 拿着smart phone 是呀 很多年前的 他当时拍完 夜晚飞梦 就回酒店房 做rendering 不可以 就明天再去抄飞 所以我 根据我认识 他是一年 是有很多个月 都出了去 这里做research 那里做research 我当时听 他们说 其实很早期 日本的厂家 已经一起去Bolvington 做research 一班人一起去 他是一个团 坐巴士去的 到伦敦 坐巴士去Bolvington 到了Bolvington 他说每个到五点就走了 他说我们走了 今晚去London 他继续看 田光先生不是的 自己要求代理 他跟英国代理 的关系很多年 留在博物馆 一路流流流 一路的车看 差不多拆散 游离走 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是很美的 其实故事是很值得别人学习 他以前无形 现在很多人玩是1比35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1比35 其实1比35不是什么 是他创的1比35 他当时其实 五六十年代 是1比32是盛行的 Aerphix 当年 但问题是 当时他觉得 他受到很大压力 因为他当时做Classic injection 很久 他爸爸以前是做Wood and Dock 对 对 然后他发觉 不行 如果我32跟他练过 因为不够他来 他就说 他就说 我们日本人的比例 是小一点 所以我们就不是 derive to 32 我们derive to 35 一开始他这样做 人家觉得 你跟这个 即是异端 但你不要管 他坚持着一路做 一件比一件 最后现在连外国 他跟回一把衣服 哇 这个真是厉害 这真是独领骯头 真的抵他 所以有一件事 是 我们有时 在这个展会里 经常会有些人走进来 就说 他们想找便宜 即他们觉得你是 可能你是香港公司 中国公司 就去问你 要你便宜 但其实你发觉 日本他们有些东西 其实都是made in China 但为何他们不会去日本 那些说 为何他们想找便宜 就是原因是日本人 是有 即他们是很强的 他们这种正常 很坚持 所以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实 所以我见你两兄弟 对于抬头上的 都会一定坚持 当然 其实本身 我们都叫sidetrack了少少 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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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东西 对了 原形不露 我们都要分了 还有真的看到枣头 没有理由 捉到绿色不脱角 怎都先重复 在枣头上面的个品牌 对 但我们要分开两个节目 做 我们既然都说得那么高兴 我们就当作模维玩家 就访问他们 但当然镜头可以拍一下 一些 我们稍后会说的 原形不露 但我們繼續說 其實本身都可以問你們成立的公司有什麼衝動 其實坦白說,你夠薑踩到這些桿子裡 你沒有那團火,你死定了 而且那團火要燒到你熟悉才夠薑走下去 那個洩機在哪裡 其實一開始,沒有想過搞那麼多事情 我以前是賣玩具的,讀書的時候 他在ebay賣玩具 我看到他賣玩具,自己又可以生活過 你知道以前是問媽媽拿錢的 但竟然買玩具,可以自己賺到錢 原來我好想起你 其實我也是 他開始也是這樣 但以前我接觸玩具,以我的連知 是沒有辦法接觸到靖光的那個級數 我只能夠去譬如山頭買遙控坦克車 但我當時的年代買的遙控坦克車 回來是會著火 譬如電池幫過了 一按下去,你馬上會燒到手 我當時在想,其實是否 當時我拆開,經常做 其實如果他不用我做 可能我今天是不會入這行 我就是因為經常做 我讀undergrad是讀電子工程 真的engine 是的,我讀engine 其實是很快的塑膠 很簡單的電子版 我都搞得到 會不會自己做得到呢 這個就不要傻了 在觀眾面前 電視機旁邊的朋友就知道 真的不要那麼傻 其實是很難的 每一行那派人家煮碗雲吞麵 都有它的know how 什麼叫醬人呢 這些就是醬膜廠 我後來最初做過廠 就想著只是組裝 就模具在東莞做 朋友就找這個做 然後這個就找那個做 你簡單了 最後就回來我們組裝 我便控制到quality 千萬不要仔 沒錯,這個你千萬不要仔 最初想得很理想 誰知道做完帽子的時候 你便發覺 咦,模具有可能 以前有個概念 做了一套帽 一套帽就出塑膠件 然後就出十萬件 就可以了 就賺錢了 有了帽子就賺錢了 我初初入行時 認識了尖沙咀 有些老牌玩具公司 有一個前輩跟我說 你千萬不要仔細說 你千萬不要仔細說 有些廠 有些廠 沒錯 沒錯 然後他就跟我說 Vincent 他說 你不要以為這麼簡單 你別傻 如果你在我這裏做帽子 你不在我這裏背貨 套帽裏少一些東西 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小枝頂針 他便出不了你 是不是 小舊東西 行位小粒東西 他便自己會畫一下 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我當時便慘了 我心想 這就是行規 大哥 你這樣 我會有一個長期風險性 因為我做這行 打算做一輩子 很大劑 於是後來自己 又真的盲摸摸 走去做住索 後來做完住索之後 又發覺那些帽子 如果這樣長期都不行 又想走去開帽房 這個又是另一個很瘋狂 因為我一開始搞帽房 我很多同行 以前那些Van打 都跟我說 Vincent 他說你搞帽房 他說一定是粗口兩個字 鏡頭 不要說粗口 鏡頭後面 沒錯 我們就是說 我當時在想 其實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你也知道 那些鬼都經常說 喂 It's not rocket science 他說火箭也是這樣起 那為什麼你做不到 有多難 當時就抱著這個心態 這個又是第二次 不要這樣想 是錯的 有些東西算數 Go with the flow 就算數 不要搞那麼多 當時我們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的時候 聽我哥哥提出這些想法 就是我們傳網 他遲了線 我又想插一點 其實 弟弟為何會跟上大佬 一起瘋 其實 試完 其實軍事玩具 比較少 我一般來說 都是在模型店裡 跟他們說 我們出這輛車 要下單 關於sales side Marketing side 現在的分工也是這樣 是的 多一點是這樣 但是之後就開始了這個叫做 叫做 民用車的系列 這個我的involvement 就大了很多 這樣 因為 因為我哥哥已經 他平時要管廠 管廠其實就是非常辛苦 對 就是 就是 不要過你一動 大哥 你真的沒有好日子過 大家都算 如果想過好日子的話 其實就不要搞廠 交給大哥 其實當時我 不是 我跟我說過 他說 你搞什麼都好 他說 你不要回去搞廠 沒錯 因為他花了很多年 才在廠裡 撤出出來 才不做廠 是主要業務 對 後來我又回去搞的時候 其實本身 都應該是 可能世伯打好這個根基 或者 令到你們知道廠的 重要性在哪裡 所以你都沒有 逼於無奈 你都沒有選擇 你都要回去搞廠 他說 做廠不是有人做得 他說 做廠最難的地方 在哪裏 管人 他說是等於一條數學 等於大家都 比如中學讀的數學 是A加A的二次方 加B的二次方 等於C 但是是bracket 再有很多個Variable 再bracket 再有很多個Variable 再bracket 再Variable 其實最難的地方 是它的複雜性 其實你單一件事 看一件事 廠和外面的東西 和你做寫字樓 沒有分別 每天都會公佈 但它同時間 在同一時空發生 而且有很多東西 你未見過 就會很新奇 然後你會瘋 沒錯 有很難 例如 那些東西出來合金 咦 為何它會生了一個 蓋子 會蓋子 咦 供應商說不會 初頭 是不是 對 供應商 不是供應商 黑心口 甚麼都做到 我以前 初初我做的時候 我去東莞 其實最早去東莞 找人開舞 當時我去到的時候 早上7點多 起床 然後坐火車 坐和系號 去到東莞 我記得那個叫做楊總 楊總一見到我 跟我說 他說 喂 你到達她的廠 11點左右 我說 開始看了沒有 他說 喂 快來吃飯了 吃了飯先 你說楊總 你叫楊總 對 吃完飯後回來 這麼犯氣攻心 就是點幾 他說 公佈未上班 待會先 可以 進去走馬漢花 看少許 然後他就說 沒問題 Wincent 告訴你 今時今日 CNC 沒有事情是CNC做不到 但我可以告訴你 到我入行幾年後 我告訴你 有很多事情CNC做不到 CNC有沒有做 是另一個問題 為甚麼 CNC的機器都是人做出來 有很多工藝 你見現在 我們剛才經常說田工 為甚麼 為甚麼這麼引人入性 很多手工工藝 很多老師傅 還養著 很多技術 為甚麼他做到 有蕭罕文 為甚麼他做到 裡面的東西 是蕭罕文 有一種訪刑 這就是 業內訪刑刑刑 沒有了 現在你在香港 做訪刑刑 那班已經去完 斬叉燒 香港其實大家就會看 我們其實八九十年代 甚至零零年之前 我們香港培養了一大班專才 真是專才 我們做武具 如果今天在香港 留在九龍灣做武具 還生存著 那些就是最厲害 就是做出口武 人家可能有些 最有名的火車牌子 很多已經轉了行 但有很多 我一開始有一個師傅教了我很多東西 你猜一下我在哪裏認識他 在哪裏 你猜一下 一定不是在香港 不是在香港 在香港 甚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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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少男足球 真的可以少男足球 我是去按腳 跟我老婆 然後我就拿著弓件在看 一直按的時候 有四十五分鐘 我拿著書去看 他一直按 他跟我說 喂 弟弟 一邊聊 原來他以前是做武具師傅 當年還是沒有CNC 車樓刨磨轉 就走天涯 他說一個車床 把車床翻了之後 又變成車床 反了之後又變成車床 然後一個屁床裏面做了 轉洞 屁東西 刨東西 開樓 你可以看當時香港是多麼強 真是自強 人家拿著一個機器 真的可以開檔出去 接東西 做 但你知不知道 這些公差是不比CNC差的 你明白一件事 就是 你現在車可以是法拉利 但駕駛的人 是否會駕駛法拉利 這是2011問題 有這麼多個書物家嗎 沒錯 你們知道駕AE86 這個頭文字的故事 改字土屋 土屋貴事 土屋以前 他是在街上飛車 飛到 人家覺得這個真的太厲害了 他說 不如你 你下場吧 他就開始下場 然後玩全日本大賽 所以就是這樣 土屋駕AE86 可以推些拉利車 或者可以跟現代拉利車 那就厲害了 這麼多個托海嗎 很快炒食 因為剛才說關於少林捉級那個 有一個 其實我們有一位老師傅 在我們吃吃吃粥 在九龍城 一間很舊的粥 直到根本是電影橋段 吃吃粥 然後去 搭爹 沒錯 然後 沒錯 他做合金 所以在我們做我們的拖架的時候 他也給了很多意見 而且這間店是挺好吃的 就是我們直接吃到一半 有名的 發哥經常去的 對 吃到一半的時候 沒錯 下次都是帶大家一起吃 他一定會願意請大家吃 因為尤其是做玩具 做這一行 他肯定很喜歡你們 我們上次吃到一半 我們吃過一個 牛腩粉 沙丁牛腩粉 吃到一半 我們吃沙丁牛腩粉 他說 等一下 給我們碗 拿到我們的碗 倒牛腩汁給我們吃 但是很好的人 沒關係 我們沒有說什麼賣賣 我們說哪一間都可以 沒有所謂 其實就是添財記 添財記 添財記 七十一年歷史 一定要說自己是玩具迷 但是 我想問一下 你按腳的case 和這個吃粥的case 兩個師傅的下場 你們不會有些抗敵 有的 其實有的 但是又是這樣說 看你怎樣做 你不要用1980年的造廠方法 去做一間2020年的廠 這個就是與時並進 所以我們今天裡頭 譬如今天好像我剛才說的 research 以前田宮先生要拍照 曬菲林 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去到 已經一去到 數碼 數碼 3D scan 譬如手機 其實拍照 為了各樣的方便很多 是的 那個資料 和今天找資料 你Google找到 你有很多東西 你願意去找的 你譬如買書 可以去Amazon買書 是方便很多 所以其實應該 現今的科技 應該用我們的玩具的設計 或者成品 應該是會 絕對是 沒錯 譬如我們接下來 三月尾會出 那天遙控彈嚇車 在玩具箱上也展示了 那天T72 T72 沒錯 我去了Bovinkton 找了他出來 他錄的時候 其實錄的過程之中 其實是有個learning curve 我一開始錄第一架 就是挑戰者 其實我完全不懂 發生什麼事 去到錄 帶了一支咪去 他一啪車 後來我回到酒店一聽聲 已經不用聽聲 只是聽到好像爆炸 因為它的引擎大聲到 你完全弄不到 爆了咪 沒錯 一開始不懂 後來有一次 認識了一個人 就是做電視的 他做收音 他就跟我說 不是這樣錄的 他說你要拍攝 db要降低了 到下次錄的時候 就開始觸摸聲音 究竟怎樣出來 但落路下的時候 又發覺又不是 以前田宮那種錄法 就是車不動 空波 空波、肥油 但是空波、肥油 出來又不同 因為你副引擎 不揹著磅數 因為你一架坦克 就清了很多聲音 三十幾噸到四十幾噸 到Tiger六十噸 我們後來現在就 分析了一個最新方法 就是怎樣 要一架坦克車走 我跟著一架坦克車走 因為跟著它走 就會有很多 有些理帶 摩下去的石子 就是它轉的時候 那些奇怪聲音 但你怎樣可以令到一架坦克 在走著來給你收音 上去 其實那支咪 現在的咪 其實也不是要超級專業 你買一些七八千元的咪 就是已經有這樣的功能 七八千元之咪 未去到最高 未去到最高 很大支 那你已經是 譬如可以 我想方圓是 五百米 連人家兩個夫人在說話 你都聽到它說什麼 所以我其實輕輕跑 我跟著它跑 其實我已經收到 還有可以上去打車 深德哥其實想問 為什麼你可以驅使到博物館的人 肯開一輛打車給你 試 因為 包了 其實當時就是這樣 我們當時去到就是 看田宮的目錄 就見到它去 Bolvington Museum 我便上網又找 Bolvington Museum 那你又去了 你知道其實外國是沒有什麼 很大 不是 外國跟香港有少少不同 就是 我曾經聽過故事 少少 side track 在Bolvington的創作者 就是幫 Brad Pitt拍攝 那個人 他說當時有一個人 就去了博物館裏面 穿著牛仔褲 普通衣服 他說他當時就買了一輛坦克車 但壞了 當時買了一輛坦克車 T34的 那輛坦克車 就壞了 他說不懂弄 我在美國 他說你可不可以 傳人來幫我看看 怎樣 然後最後那個人就去 他給了機票 這個人 去了西亞特 就去了他家 他去到他家 他們送他去他的倉庫 他進去後發現 這個是為不對勁的 他說這個人 除了T34之外 又有SPEEDFIRE 噴火 神經病 最後晚上 除了SPEEDFIRE之外 SPEEDFIRE SPEEDFIRE P51 Mustang 又有很多奇形怪狀 全部都是最出名的 即是二戰機 他們的玩具 對 真的玩具 吃飯的時候 就去了他的艇 那裏吃飯 發覺為何他的艇 下面有潛水艇 他就說 這個人應該 原來那個就是Paul Allen 沒錯 Paul Allen 那個仔 你知道 外國人就是這樣 沒有特別價值 香港可能你要很難 很難才能達到 外國不會 可能你隨便碰到有一個人 Mustang 這個其實就是 可以下去潛水艇 那裏做個參觀 所以其實就是你問 我們經常去的博物館 都是問的 都是不懂的 你問 不過到這裏 我真的要拒絕你 OK 我決定跟Dick商量了 我們一定會開一個 十輯的專輯 你剛才有說 那時候 Alex 是很辛苦 你講了很多 做幕後的人 現在辛酸 還有難度 你說到又要認識去吃粥 又要認識按腳 又要打車 認識給人按腳 你不用認識按腳 其餘之下 其實你風趣 我想過程裏面 你很多難關 沒錯 我想真是 好多謝你 但是真的太豐富 這次我們可不可以再上來 還有帶我們去吃粥 沒有錯 有潛艇的船 按腳 沒有叫他加執 什麼柏平頓 那裏 你們帶我們去換TV 我們都會喜歡 柏平頓很有趣 有時 在開放日子裏面 他們會買一些 軍事電影 裡面用過的道具 我上天在裡面買過 這個很吸引 一隻Fury那套戲 裡面 他們那些士兵 帶的那隻戒指 那個電影道具 讓我買到 很便宜 十磅 我想我們馬上 我們覺得 我們會成為一個知己 就是玩眼之鑑 我一定會跟你們去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們暫時又停一停 我們出去的牌 因為要說你們 辛苦拿上來的慘患 尤其是沒有什麼機會見到的東西 好嗎 我們幾秒鐘之後回來 我們就是這個 幾秒鐘 Force of Valence的 原形不露 是 拜拜